昨天后台推出了广为期待的釜山星 这部作品是2016年度韩国票房冠军 如今在豆瓣评分8.3分 好于96%灾难片 95%惊悚片 而其中的第一个美女丧失竟然是影后 虽然只是一闪而过 不经意间还展露了一张颜值颇高的俏脸 没错 她就是扛起阳光姐妹桃的沈恩金啊 沈恩金作为一个94年出生的新生代 2011年的时候 年仅18岁的她 竟然就独自一人就扛起了一部观影人次 高达777万的阳光姐妹桃 而沈恩金本人也凭借阳光姐妹桃 获得了韩国百想艺术大赏最佳女演员奖提名 虽然最终未能获奖 但三年之后 沈恩金写奇怪的她强势杀回 本片不仅在票房上以865万的观影人次 超越了阳光姐妹桃的票房记录 同时也让沈恩金年纪轻轻 就将第五十件韩国百想艺术大赏女主角收入囊中 暴冷丰厚的她 在颁奖典礼上直接下哭 此次出行釜山行 虽然变胖了点 但眼睛会说话就够了 而这部釜山行故事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爸爸带着女儿去釜山看孩子妈妈 可是车上发生爆发了丧尸危机 人们为了活下来而孤军奋斗的故事 事业有成的男主 原本忙于工作忽视了女儿 但在僵尸危机爆发时 还是不过一切的带着女儿登上火车去找妈妈 其中各种妇女对话 女儿为爸爸唱歌 女儿得救后找到爸爸的剧情暖化人心 然而最终爸爸为了保护女儿 还是被僵尸感染 在女儿的哭声中转身离开车厢 回忆着女儿的出生 真真是再有泪不清痰的人 也忍不住泪目了呢